世界上最繁忙的关卡辛柔长堤 今天迎来100周年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尼生 和马来西亚柔佛州代表齐聚长堤 释放100只鸽子 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为庆祝辛柔长堤启用100周年 代表新加坡的维文尼生 和代表马来西亚柔佛的摄政王东姑伊斯迈 和州务大臣温哈菲兹 今天早上9点多在长堤0公里处 一同释放100只鸽子 双方代表也同时进行签署 庆祝辛柔长堤100周年纪念和纪念碑 和相互交换纪念品的仪式 为了避免长堤交通优度 整个庆祝仪式在10分钟以内结束 而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天 两国都有策划一系列活动 包括新加坡邮政与马来西亚邮政 联合发行特别纪念邮票 辽地也会分别的举办 有关长堤历史的展览 观众也可以浏览巴世界新闻网 了解长堤百年特级的相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